吃了未必有事 但不吃就肯定沒事 不少香港人到現在都未恢復對日本食品的信心 擔心吃到輻射 有日本食肆就舉辦拉麵試食會 一展製作拉麵的真功夫 日本311地震引發核事故 本地日式餐廳生意額暴跌 有餐廳負責人說已經想盡方法挽回食客的信心 心情跌落低谷 那時遇到問題就是 一看日本餐就不想來吃 有些分店也跌到兩成至五成 我們相信比其他日本餐是好的 貨源那裏我們就即時停了 不用東京、千葉園那些貨 但是不少日本食肆依然難逃騙運 餐飲聯誼協會說 但是3月到5月 全港就有20多間日式食肆倒閉 要扭轉困局 業界和政府聯手 推出一系列的宣傳活動 生意算是救得回 6月初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回復生意了 到6月中一路打後 其實生意一路回升 到大概8月、9月的時候 已經有八成、八九成的日本餐廳的生意 其實已經回復了 到現在為止 也是踏入年尾的階段 很多餐廳也跟我們說 他們的生意其實都比往年好 來自日本的冬菇、檸檬、清酒 究竟這些食物安不安全呢? 黃家禾說 現在來到香港的所有日本食材 都是經過食物檢驗 市民可以安心食用 雖然日本的食品努力宣傳 不過原來不少人已經開始 轉投台灣食品的懷抱 好像這些台灣特色水果 黑鑽石蓮霧、甜齒和芭樂 就有不少碰場下 最主要是我們單位 在香港做了很多的推廣 做了很多的宣傳 譬如說舉辦展授會 在報紙上做宣傳 辦事吃讓香港朋友多吃一點 他強調沒有刻意搶佔日本食品市場 不過有水果零售商就說 日本水果銷售量大跌七成的同時 台灣的水果已經成功搶攤 銷售量上升三成又多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洪欣報導